我自己就判斷 今年基準利率加到3點 明年有可能再加多50 這些東西是很清晰的 在資產裡面 黃金打齊了 貨幣不太好 剩下兩尾 就是X 跟X 歡迎收看銀子熱流作 今集繼續有小金人Oscar 你好 今集我們談的會談談移民 談談香港經濟 談香港樓市 先說一下移民 Oscar本身都是移民 你是移民來香港 很久了 我們那些和現在的移民是不一樣的 現在香港的這些所謂的移民 其實大家又不用說很驚訝 其實香港在歷史上其實都是朝起朝落 你在六十多年的時候 那時候有大的暴動 那之後六十年代末 七十年代投香港有一圈很大的移民 那你到了八十年代那時候 中英談判又有一大群 十幾萬人走 那九七年又有一圈走 現在又有一圈走 那差不多六幾年 八幾年 九幾年 那現在香港十幾二十年就有一圈 那大家其實應該 take it easy 是吧 那你走的人 我們祝福他們去那些地方生活得開心些 未走的人 我就祝福你買到一些 你住得舒暢些 沒有所謂的 即你覺得本地人接下來 可能買樓會更加容易 或者可以買大些 首先你要一件事就是 你這個社會 不可以完全固化的 其實香港如果最糟糕的是什麼 所有的人都不走 也都沒有人走 也都沒有人來 然後呢 就自己香港人 即是生小朋友 反而下去 變成大概有七百萬 八百萬 九百萬一千萬 然後所有的人 就在雷鬥裡 唐水滾唐魚 那就能夠收工 因為一定是越來越窮的 現在走去的人 一定不是社會最低層的人 大部份其實是中層 或者是中層 報告一些些 其實對於未走的人 或者包括是你 其實都有 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覺得大家又不用 那你祝福他們 要走就走 而且走完之後 假設你再說一句 就是如果這個社會本身 是有些不同意見 或者不同看法的東西 那你將那套氣虧了 那你社會會不會平和一些呢 那假設如果是 大家生活得很不開心 那你又要強硬它 就是夾在一起 那你不竟又會再出事嗎 那所以這個不是一件 祝福他們的嗎 彼此祝福的事 那你覺得譬如 香港其實現在困擾樓市的 可以這樣說呢 現在大家樓市擔心的 會是適合 還有會擔心 香港對樓市的需求 是不是還是那麼強烈 供應是否真的 可以持續增加 你怎麼看香港樓市 很激勒的 即我是做地產出身的 即是香港地產也好 或者是亞洲的地產 或者是大陸的地產 更加是 其實香港的地產 大概是在兩年前 已經進入了一個雞勒的地步 那雞勒都不差 你如果現在 即是香港的樓市 最少好過大陸 好過國內的樓市 好過不少地方的樓市 雞勒即是代表它 是雜幅波動 很雜幅 即升又是10% 跌又是10% 一個雜幅 因為香港 有一件事比較好 就是它的供應是控制得非常好 它沒有地 就算是現在 李家超政府 是天治第一號任務 是去做一些公用房屋 公屋、居屋 你現在 以後新還出來的地 現在就是六四 六成比公屋、居屋 以後你可能七成、八成 你撕樓也是很少的 所以撕樓的價格 不會出現大價格 想像中的 好像是有五萬人 八萬人、二萬人 那你有沒有看到 周街夾立隨街跳 是沒有的 但你會有些跌的 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它就是回歸到 回歸到 剛衰 End User Demand 假設你是有剛衰的 你要買就買 如果你用來買 是投資的 其實就是絕對雞勒 絕對雞勒 那絕對雞勒 那絕對雞勒 又不要說僱影自聯 覺得是不是我香港零勢 壞 為什麼只有我樓一跌 其實又不是的 全球進入到一個價值的 就是價值的trend 其實你的樓怎麼會太好呢 你好像美國現在供樓的利息 是五這幾 是五這幾 那現在美國的樓好像是很正 那加一下加一下 今年到年底 再加一百二十五點子 美國老公要六這幾 那六這幾 你猜它不痛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是 一樣的就是 你要回歸到一個基本心 就是香港有可能是 過去二十年的一個繁榮 其實才是不正常的 其實它一個比較平等才是正常的 那你一個今世的城市 你又沒有油 你又沒有食油 你又沒有什麼 又沒有生產 又沒有生產 那你為什麼會覺得 你是要 天字叫字呢 所以你有可能是一個比較 好像現在相對是比較平等 所以大家要將那個心 回歸到一個本心 回歸到一個比較平等的心 其實大家現在的東西都不錯 下一步至於你留在香港 或者你可以去美國 你可以去英國 你移民去非洲 移民去哪裡 其實第一 你都要有錢 沒有錢的話 你就算移民去 極不極 你都不行了 第二件事 你要有能力 你年輕一點 你是要積極去學習 其實就是這樣簡單 你有一定的經濟基礎 你有一定的能力 或者你有一定的上進心 你移民去哪裡 你都能生存到 所以很難沽默論 很簡單說 我移民去哪裡好不好 你怎麼知道它 如果它周身淺 當然移民去瑞士也好 剛剛說到 港樓以前升了十幾二十年 是一個不正常 接下來要回歸平淡 其實樓價怎樣才叫回歸平淡 香港這個地方 其實它最大的問題 我覺得不是私樓 私樓它很貴 但這個東西 你已經是生成了 其實這個東西 如果你是要每個人 都是有房子 難度又很便宜 這個是不實際的 這個就等一個人發若遠了 你那個高階費收 你已經定了 香港當時行走 就是英國幫你設計的高地價政策 其實你是很難reboot或者restart的 所以你唯一的一個解教 就是令到私人樓不要太升 或者是雞勒都可以 你要做的事情 是大量增加供應 即是供屋和居屋的比重 令到社會上現在又差不多五成 五成的人住 供屋和居屋 慢慢由它到七成八成 這樣你這個社會就可以了 因為你剩下的兩成的人 這樣他負擔到私人樓 負擔到私人樓 其實都不關你的事 因為你大部分七八成的人 住在公屋和居屋 而你賣地的那些錢 取資移民用資移民 是一個循環 這個其實你一旦 是生成了這個體系 你唯一的解決方法是這樣 不然你就像德國那樣 就是說 我沒有太多供應私盈 總之我所有的事情都是 一定要穩定一個價格 但是這些事情 就是覆水難收的 你一旦走近這麼久 你要再雷撥 你可能要打回解放前 最早的那些狀態 你才做到 所以這東西 對社會的傷害太大 所以其實香港 你是唯有這樣的行走 其實你剛講到 港幣會變成雞肋 其實擔不擔心 當它不是很升的時候 當它不是很升 譬如像比特幣那樣 你升到一個位置 大家覺得它不升就會害怕 會不會每個房子都會同一個情況 這個不用擔心 因為香港呢 假設你香港是一個蒙古國 其實你就要驚 因為周圍都是地 你香港都沒有地 你香港都沒有地 還有香港人現在太過妄自匪伏 其實你七百多萬人口 其實是很多人 其實瑞士都是一千萬人口 瑞典都是幾百萬人口 荷蘭都是一千萬千多 所以其實你不是很少 你香港人其實都有正常的結婚 又不是永世不結婚 所以其實你是有一個基本需求的 所以這一部分是一個平衡 所以其實你又不用怕它 即是會崩潰或者什麼 但會不會還可以好像以前那樣 買樓就發達了 可以整個身家性命財產 所以這個是不正常的 即是我1995年來香港的時候 那時候一定是 阿茂都在炒樓 之後就是1997年爆了 所以香港是 大家對炒樓這件事很有情意結 其實這個不是特別正常 所以我覺得現在要重塑的是一個一定程度的價值觀 以及什麼是對你重要和不重要 那你好像在香港 你說以後怎樣才會有一個好的前景 其實就不是說 炒樓還好不可以發達 其實你更加大家要想的就是 香港都有一個基本盤 一個基本的一個不錯的基礎 有大陸適度的支持 當然不是所有的東西都是好 但是對你也是非常不錯 是吧 年輕人的年輕人是不是勤力去讀書 你是不是只是一讀書 就是要讀BBA 還是你要讀那些真的有些技術含量 或者其他的東西 一出來就要炒樓 一出來就要炒股票 年輕的人到社會上普通的人 就是其實你之前那一套東西是不正常的 最後就想問一下 大家之前就說美國加息 香港未必會加息 但其實不是發展到現在 其實美國加息 香港也要加息 在現在看到有少少試樣的個案 其實現在算不算是一個 都適合入市的時機 還是你覺得 還可以等它再平常心才買 如果真的有需要的人 我覺得它應該都是會再跌一些的 因為你香港 現在美國加了這麼多次 加了兩厘出頭左右 其實你香港是沒有怎樣跟 但是可不可以一直不跟 其實是不行的 因為你發覺香港銀行間 結疑的港幣的結疑 現在只有千零億 由年頭的好像三千多 跌到現在只有千零億 其實你如果再跌跌到一千以下 你一是用外匯儲備來頂 一是你就要加息 如果你的息低 美國的息又比你好 那些錢就會在全世界流去美國 所以現在全世界的人 雖然大家 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喜歡美國 但其實美國這種體系 對你其實是很容易傷害到的 那它加息的話 你如果不跟足的話 那些錢就流去 所以你會見到 美燃指數或者美國的股市 也會相對強 所以遲些 香港都被迫是一定要跟比較大的一部分 那你這樣的情況下 對樓一定是負面 那知識不適合 那你就等它遲些少 首先我覺得你判斷的 你判斷美國加息的 就是差不多 我覺得應該是明年的一季度 那你明年的一季度看 反正你像半年買樓又不會死 你覺得加息這個trend 可不可以持續 就是可能還會加幾年 還是其實加多兩年都衰退 哪有這麼多加 我自己就判斷 今年加完 即基準利率加到3.5 加到3.5 明年有可能再加多50 有可能去到4左右 我覺得它可能再加下去 可能再加下去 但不要很ideally 想它會減息 其實是沒有的 因為現在的通脹 都還是8.5 其實油價 我不覺得油價會濫 所以也都是說 在明年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內 就算是明年的基數 和今年的基數不同 但明年的通脹 有可能長期都還是5 5點多 6點多 這樣6點多的情況下 其實你那個基準利率才是3.5 或者是4 其實你嚴格上 都有可能做負利率 所以其實美國是很難 很難在明年進行減息 但是因為 美國一竟大家 一竟對股市 好像上了隱 好像吸毒一樣 上了隱 所以大家完全用股市的東西 去倒推其他東西的攬法 所以其實這個 又是比較危險的 又是重地木企 如果所有的人都在做同樣一件事 其實哪有這麼多 加納隨街去跳 那現在有哪些很少人站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看 站過去貼一貼 很少的 我不知道 但是其實 如果你是判斷 就是那個 當日翻翻那件事 就是 如果你是判斷 現在是滯脹的主要時期 那其實能源還是可以的 能源還是可以的 能源其實不是一下子 就會跌下來的 那就是Telecom這些也是可以的 或者一些很基本的那些消費 那些什麼食物 或者其他那些東西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 是啊 或者是一些科技硬件 就是其實你選一選去 就可以這幾樣東西 其實因為我自己 就很喜歡看不同的 投資的類別的 金利現在是不行的了 金利其實現在你是很難賺錢的 電子貨幣 我不排斥它 但是在現在這個時刻 其實對你也有可能是 跌是二個升的 那債又 我就覺得很差的 是啊 債我也覺得很差 債又可能要去到 2024年才有大些的行程 那因為股 就是這些 因為美元 所以其實你來去去去 你只有五六種而已 那地產剛剛說了 又是沒有人行加息 所以你會發覺 在整個現在的這個 這個細度 或者是經濟大的環境下 這六種的資產類別 其實股市裡面說的 那四個category 那四五個sector 算是好的 currency 就是現金 你如果拿的是 美金或者港幣 都是不錯的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是很清晰的 是這六個資產類別 你中間是這兩個資產類別 比較清晰的 其他大部分都打散的 黃金打散的 電子貨幣不是太好 但是我不敢說 它一定會差 債又是挺差的 地產又是很難行的 所以剩下兩尾 就是股和現金 是啊 多謝Oscar跟我們說了 很多樓市的提示 又recap了一些關於股市 其實可以留意哪些的股份 今集仔很多謝你 那希望下次又可以再請你來 希望觀眾各位走之前 記得like comment share subscribe 總之要留言告訴我們 你繼續想看Oscar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